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龚汉林再批国足一针见血 回应董路讽刺 演了18年小品没丢过脸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国足和龚汉林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还在说下那么最近的关于龚汉林批评中国国足这件事情的不断升级发酵的一些后续情况 大家知道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著名喜剧艺术家龚汉林老师也是直言不会批评的中国国足给中国人丢脸的这样的事情 那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也在网上不断的发酵一方面的他说出了很多球迷的心声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他好像也是揭开了中国男主的伤疤 所以这段时间呢除了球迷力挺龚汉林之外的话那么在足球界的业内呢那么龚汉林在最近也确实遭受到很多的 批评和嘲讽 那么首先我们也看到的话在最近呢啊首先是老队长冯霄亭的在网上去讽刺龚汉林 并且喊话龚汉林说 央位给龚汉林那么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够踢球 比中国足球队好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董路的话在最前也是三番五次发生了 讽刺龚汉林呢也一个演小品了 也不见得有多么光荣 并且的话他还批评龚汉林是球盲没有资格去批评中国足球 所以在眼下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嘲讽声以及骂声之后的话那么龚汉林呢也是彻底忍无可忍 所以就在最近他也是再次拍了一个段子的一个方式呢用短视频的方式来回应了 冯霄亭以及 董路的一个批评并且再次批评了中国国足 在这一次的一个短视频段子当中呢那么龚汉林首先是再次批评的国足 说他们呢是用眼神防守 那么在这一点这个梗呢我相信很多中国国足的球迷应该也非常的清楚了 确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包括在越南这场比赛当中呢 我们中国国足很多国脚用眼神防守 那么在这个近期散步啊这种问题呢已经是出现了太多了 那么龚汉林说出这番话呢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也指出了国足目前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根本连防守都做不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回应了董路啊关于他是球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了龚汉林说自己呢其实并不是球忙 虽然说不懂足球但是呢起码能够和普通球迷一样能够看同比分 这一点就够了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我 确实不懂得在场上怎么样去踢好足球 但是我和球迷一样呢其实你踢的好不好 你在场上到底争不争气到底最后是出是赢了 这一点那么作为普通球迷是完全看得懂的 而且关于董路所谓的一个丢脸论的话那么他也是回顾了自己这十几年呢 演了这么多年春晚的一个历程 并且也是强调说其实自己这么多年上春晚的小品呢从来没有给国家没有给观众丢过脸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龚汉林这一次呢首先也是再次表达了自己一个想法批评了中国国族 那么之后呢也回顾了一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并且最终告诉外界 告诉那些讽刺他的人说自己呢 这个无愧于心也无愧于观众 所以这一点就是对比我们国族对比我们国族在此前对不起这么多的球迷那么可能相比起来呢 确确实实龚汉林说这番话呢真的是没有说错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对国族来说真的有必要吸取一下外界的一些骂声和批评 到底反思一下以后应该怎么样去提高 另外一方面对董路这种专业的媒体人呢 那么其实也没有必要三番五次去挖苦别人去讽刺别人 我觉得中国男主受到一点骂声呢也未必不是好事 毕竟的话那么其实一直以来呢 他们的条件太好了 外界对他们整体的一些安排太过于到位 反倒让他们的有些麻木不忍了 我觉得还是是时候呢 应该去点醒他们了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